经济水里地区有许多的平交道 而近期台铁在平交道附近 进行相关的管线工程 但在工程结束过后 并没有把路面铺平 造成地方交通困难 铁路局在我们 这是二水支线 到自己铁路支线 沿线的平交道 都来进行开发 也借这个机会 做一些民众反应的 跟铁路局这边来做反应 因为整个施工的品质 管线开发以后 回复新的历经 铺设的品质 真的感觉上相当的草率 议员汪秋淑指出 先前水里地区在经过会康过后 相关单位也有金属改善 但在积极地区 还是有些平交道相当不平 影响地方交通安全 因为目前有的地方 都是有在买管线 造成我们这个铁路的平交道 有很多的不平 会造成我们用路人 非常的危险 尤其在过往这个平交道的时候 这个凹凸不平的危险性 秋淑也有来跟我们的铁路局 来做一个讨论 我们在目前已经有 在水里的地方 已经有来把它做为一个 很妥善的一个规划 已经有来处理了 就会让我们的这个铁道能够更加的 这个平交道能够更加的平顺 先议员肖志权 王秋淑再次强调 希望相关单位在平交道 进行相关工程的时候 能够重视工程品质 保障地方交通安全 要路过平交道本来就不平了 又开花这样高低 落差更大 造成民众行车相当的不方便 有些底盘低一点的车子 甚至都撞到这个路面 希望我们工部门 在各种品质的要求方面 能够符合现实民众的需要 我希望说在未来 如果有这个施工的话 他们能够考虑说 这个施工的地方 能够更加的平稳 不要这样子熬区不平 这样子让我们的用路人 在行驶这个路段 这样子会变成非常的危险 这样子 在今反映后 铁路局也进行相关的改善工程 县议员肖志权 王秋淑议员再次呼吁相关单位 多加重视工程品质 保障地方交通安全 记者邱品逸及机采访报道